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新格内二侧85克 成人版的词词拓展部分 本篇课文题目叫做 Never Too or To Learn 在这里呢 这个词组 to to 是非常常用 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to to这个词组呢 我们很早以前就学过 表示tie怎么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 但请大家记住 想使用一个词组的时候呢 不能光记入它的中文含义 这样大家没有办法知道 它的搭配 就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呢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 它的搭配是什么 那怎么样来搭配呢 第一个to表示 tie怎么怎么样 过于怎么怎么样 后面通常要搭配 形容词副词 第二个to呢 要搭配to do 第一个大家知道 它的结构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找 它的含义 就叫做tie怎么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 大家看到这个 中文含义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非常困扰 因为跟英语对应不起来 你看 英语当中这个结构呢 它是没有否定词的 但是呢 在中文当中 它突然翻译成了 tie怎么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 那这个不来自于哪啊 你看上面这个英语的词词当中 既没有出现no 也没有出现not 那这个不来自于哪呢 很简单 请大家把这个词 too to圈起来 它的否定含义 就是来自于这个单词to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oo to 它本身的意思叫做 过于怎么怎么样 中文当中 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做过由不及 任何一件事情过头了 反而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过于怎么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to 那你看to表示过于怎么怎么样 就表示一种不好 否定的含义 因此呢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就把它翻译成了不 那怎么翻译出来这个不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以我为例 我小的时候呢 五岁半的时候要去上学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 学校不收 为什么不收呢 它给了这样一个理由 叫做too young to go to school 那大家看 to go to school 表示去上学 对于去上学这事来说怎么样呢 too young 表示过于年轻了 对于去上学来说 过于年轻了 那就是行不行啊 不行呗 因此就翻译成了 太年轻 以至于不能上学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个否定词组 否定的含义 就来自于to2 太年轻了 以至于不能上学 那我们还可以在生活当中 衍生一下 很多情况下 都会用到这个结构 比如说 到了家 大家忙碌了一整天 我说来我们学个习吧 你说来不行老师太累了 太累了不能学 太累了不能学 怎么说呀 可以说too tired to study to learn 好了 再比如说 我有的时候回到家 我奶奶就会说 你看你学英语多好啊 可以跟外国人说话 还可以到外国去旅游 我要会英语就好了 我说没关系 那我教你呗 然后我奶奶就说了 说不行不行 年纪太大了 太老了 学不了了 太老了 以至于不能学 可以怎么说呀 too old to learn too old to learn 就是这个结构 好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否定的词组 直到它表示 太怎么怎么样不能 而且要记住它的搭配就可以了 好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too old to learn 它是一个否定词组 表示太老了 以至于不能学 如果在这个否定的词组前面 再加上一个词 never 又加了一个否定词 能表示什么含义呢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好 那大家思考的怎么样了 too old to learn 这个词组本来表示否定 那又加了一个词 never 又表示否定 我们都知道双重否定 表示什么呀 进一步的加强肯定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oo old to learn 表示怎么样啊 太老 以至于不能够学了 那如果加一个never呢 never就表示 从来都不会太老 以至于不能学 也就是说 随时你想学 随时都不算太老 所以大家看 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中文的题目 就是这样翻译出来的 想学习 从来都不会算太老 好了 所以双重否定 表示的肯定 大家必须首先要知道 too too 表示否定 再加上never 这个时候两个合在一块 才能把这个意思搞清楚 那咱们在接着往下说 对于学习这事来说 从来不会太老 那如果他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去道歉 从来都不算太晚 怎么说呢 去道歉 从来都不算太晚 就可以说 never too late to apologize never too late to apologize 好了 再比如说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人家问你说 你要不要改啊 你说我再想一想 人家说没关系 就是你想改变想法 随时都不算太晚 可以随时来找我 那想改变想法 从来都不算太晚 怎么说呢 从来都不算太晚 可以说never too late 改变想法呢 to change your mind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mind 想改变想法 从来都不算太晚 好了再来一个 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工作非常忙 你说你忙的 是不是没有时间 跟我讲话呀 我说瞎说 我们俩这关系这么铁 是吧 绝对不会的 跟你谈话 我从来都不会太忙 就是随时想谈话 我们随时都可以谈 我不忙 好了 那跟你谈话这事 我从来都不会太忙 以至于不能谈 怎么说呀 从来都不会太忙 以至于不能谈话 可以说never too busy 谈话呢 to talk with you 只要是跟你谈话 从来都不会太忙 随时都有时间 never too busy to talk with you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这个结构 never too too 就是双重否定 进一步的加强了肯定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 我们一块去欣赏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呢 它是来自于一个电影的预告片 这个预告片当中呢 就出现了三句话 其中都使用了我们这个结构 叫做never too too 请大家仔细地体会一下 表达什么样的含义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了 那请大家来认真观看一下 这段影片 请大家认真观看 好 OK Now will you let me on? Harvey is hitting a little turbulence Harvey, it's over We're letting you go Dad, for the past few years Brian's been a really big part of my life Salute Salute I'm gonna ask him to give me away tomorrow But you never know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Can I have a Johnny Walker? That'll help Help as much as that trashy novel and a glass of Chardonnay Oh, I'm sorry That was out of line It's just that I lost my job And my daughter, who's getting married today Wanted her stepfather to give her away Fair enough, you win Let me make it up to both of us and I'll buy you lunch Thanks very much, but I don't know you And you don't know me That's exactly why we should have lunch together Here's the taxi rang They'll take you to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You mean instead of me walking into your class Carry your books I'll throw that in Oh, sorry Hello, Mum No, I'm out actually Yes With someone Yes A man Is the wedding reception still going on? You come with me I can't go to a wedding reception in green polyester Are you trying to get me to buy you a new dress? No Oh, no Remembering when I saw your face shining my way Pure timing Thanks for coming back Thanks for having me back And suddenly you're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Don't go I can't do this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each other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each other We meet her tomorrow Do you? You think that now You wait till tomorrow Today is tomorrow I am going to be eating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Review This video 大家都看完了吧 大家都知道 它最后呢 已經給大家标明了 它是来自于一個電影 叫做《大愛晚成》 這個中文名字呢翻译的非常美 但實際上它的英文名字更直白 它就叫做 Last Chance Harvey 這個Helvey呢 就是里面這個男主角 你發現他非常的慘 是吧 最開始呢失去了工作 然後他女兒結婚呢 又不讓他 挽著她走過紅地毯 想讓他的继父挽著他 然后呢 他就接二连三受了很多打击 直到呢 他偶然当中遇见了这个女生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喜欢人家 然后想追求她 然后呢 你看他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人到中年 对吧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已经很大年纪了 所以说这个很大年纪 对于他来说追求幸福 这应该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因此就翻译成了 Lost a Chance 最后一次机会 Harvey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Harvey的最后一次机会呢 这个名字看起来太直白了 所以根据我们中文的习惯 把它翻译得比较美 因此就翻译成了大爱完成 它其实呢 很多朋友没听说过这个片子 因为它不属于那种典型的商业片 它属于比较温情的 一个比较温暖的片子 一般情况下呢 会经过一些生活历练 但就比较容易看得懂 因此呢 就推荐给大家 看一下这个预告片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再去网上去搜索 有完整的片子 好了 那我们说回来 这个片子大爱晚成呢 它的两个主角还蛮有名的 一个是这个Dustin Hoffman 大家可能不太熟 这个Dustin Hoffman谁呢 我一说一个电影你就知道了 功夫熊猫 它其实是好莱坞最有名 最有价值的男演员之一 另外一个女主角呢 是这个Toma 这个 另外一个女主角呢 是Emma Thompson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好来 关于这个我就不多说介绍了 我们这也不如主题 这个整个这个预告片的环节当中呢 一共出现了三句话 都跟我们学过的有关 咱们一句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 It's never too late to open your heart To open your heart 打开你的心 翻译得多好啊 叫敞开心扉 It's never too late 从来都不算太晚 只要打开心扉 从来都不算太晚 换句话来说就是 只要你想敞开心扉 随时都来得及 从来不算太晚 所以你看人家翻译得多好啊 叫做敞开心扉 为时不晚 好 比如说这句话 就非常适用于生活场景 我们找了一个好朋友 对吧 你可以跟人家聊聊天 只要你想打开心扉 跟别人说话 随时都有机会 再比如说 孩子跟父母之间 有的时候会沟通比较不顺畅 其实大家会发现 可怜天下父母心 家长们都非常不容易 只要大家想跟家长沟通 随时都不算太晚 Never too late to open your heart 好了 再来看下一句话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life 这句话非常想送给各位同学们 尤其是已经毕利业工作的同学们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困扰 常常陷入某一种生活状态 没有办法改变 但大家有发现 其实没有办法改变 并不意味着真的不能改变 有的时候人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就在于不能突破习惯 其实大家如果肯放弃了 已经适应的习惯 随时都可以改变生活 从来都不算太晚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life 好了 最后一句话 It's never too late to take a chance 在这里take a chance 表示什么呢 抓住这个机会 拿走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 大家只要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一些机遇 一定要随时把握 从来都不算太晚 比如说读书的同学们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比较好的年代 你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呢 都只能是考个高考 读个大学 现在大家可以出国去读大学 可以考一个SAT 考一个托福 去读美国的名校 甚至还可以选择 去其他国家的名校都可以 对吧 所以大家发现 大家出生在一个非常 非常 所以大家发现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 极度充裕的一个年代 所以多好啊 一定要把握机会 再比如说呢 我们参加了工作 或者有一天组织着家庭 你会发现 只要工作上 生活上有一些机会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要把握 人生苦短 一定要及时把握住机会 It's never too late to take a chance 好了 就想把这三句话 送给大家 正好这个片子当中 大量的出现了我们学过的东西 所以觉得应时应景 那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 本篇课文我们不光想给大家分享这个结构 分享这段影片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想给大家推荐一种学习的方式 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单元呢 很多篇课文都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希望在课程结束之后 我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帮助大家后续的英语学习过程 比如说可以怎么样来学习呢 很多同学不爱看书 不爱背单词 但是呢 一说到看美剧 看电影 看英剧 大家就来神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看电影来学英语 当然不止局限于看电影 比如说看电视剧呀 看各种视频啊 这个短片呢 都是可以的 那关键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 看电影学英语呢 很多人说老师我常看呢 我老也看 但是我英语就没进步啊 看电影我倒觉得挺有乐趣的 所以呢 就说明一件事 大家方法不对 怎么样能够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 帮助大家通过电影 电视剧学好英语呢 给大家提供这样几个途径 首先第一个 必须要寻找的是双语字幕的 因为大家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片子的时候呢 大家经常会找那种有中文字幕的 因为如果纯英语的 或者英语字幕 大家看不懂 所以呢 有了这个中文字幕就会依赖它 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 经常情况下是这个 看了字幕之后 你觉得反而很困扰 比如说像这种情景喜剧 你看这个中文的时候 你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你发现这个背景里配的笑声 这个笑得哈哈的 你就很郁闷 说你们笑什么呀 这个就是中文字幕 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不变 因为英语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 它可能完全没有遵照原意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学英语 还是需要有英语字幕 才能够让大家彻底搞懂它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想光看中文 哪能提高英语啊 还是需要有双语字幕 来帮助大家了解英语 而且进而把其中出现的一些小字图掌握 所以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 无论大家看电视剧还是看电影 必须要找双语字幕的题材 第二个 如果大家想提高英语的话呢 建议大家多去找一些生活题材 这个电视剧和电影 很多人喜欢看一些什么科幻片啊 或者看一些这个 这个旧时候的一些古代的 一些这个电视剧电影 大家会发现 这个东西吧 完全取决于兴趣爱好 它其实对于你学习英语没有帮助 比如说你看有一些古英语的用法 你现在肯定是不能用的啊 在比如说科幻题材当中呢 有很多单词啊 词组啊 都是杜撰出来的 所以它对于大家生活当中的英语 是没有提高的 因此呢 我们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生活题材的电影 当然了 有一种题材除外就是动画片 动画片呢 尤其像迪斯尼亚梦工厂 这些大的企业出的这个动画片呢 推荐给大家看 因为动画片嘛 外国出动画片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幼稚 它其实成年人很喜欢看 而且由于它有一部分的受众是孩子 所以它的语言普遍都会出现的非常正规 难度也适中 特别符合我们性感的二侧 所以推荐大家多去看一些生活题材的片子 或者是看一些动画片 比如像什么公雄猫啊 这些都非常的好 好来 接着我下说 那我同学说 老师我想找双语字幕的 想找生活题材的 我找不到怎么办 我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途径 比如说我个人经常没事上网的时候呢 还去搜索一些东西 比如说推荐给大家一些网站 有一个网站呢 这个叫做人人影视 中国人的人 两个人字 人人影视 它是一个专门做双语字幕的字幕组 这个跟我个人没关系啊 就是推荐给大家分享好的资源 这个人影视一个字幕组呢 它专门做双语字幕的 它通常会有一些最新的美剧啊 英剧啊 包括电影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 而且它有各种不同格式的 比如说下载MP4的格式 大家可以直接装到手机里 这个也非常方便 它的双语字幕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如果大家想找这个其他的一些资源 发现这上面没有的话呢 还可以去这个verycd寻找 你可以答三个w.very 非常这个单词 cd.com 这个verycd呢 它需要用这个 所谓的我们叫做什么 电驴还是电罗来下载 是吧 然后刚才我说那个人影视呢 大家只要去百度里一搜 人影视就可以用迅雷来下载 所以这两个网站 相对来讲资料会比较全一些 然后大家可以去下双语字幕的 当然除了这个下载之外呢 还有更方便的途径 就是在线看视频 比如说我经常在看呢 像什么呢 Youku 搜狐 我尤其推荐大家去看搜狐视频 因为搜狐视频花了很多钱 他们买了很多正版的美剧和英剧 而且都配的是标准的双语字幕 所以非常方便大家学习英语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样几个渠道 比如说人影视 是我个人最常使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 搜狐视频非常好 好了来 那接着往下说 生活题材的有什么呢 比如说 你像很多新东方老师 想给大家推荐的Friends 六人请老友记 这个是生活题材的 但它稍微有一点点老 因为它这个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嘛 对吧 好了 那最新出的这些美剧 有哪些比较好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比如推荐给大家 你像最近出的像是一个生活道爆炸 大家主要学习口语的部分 至于这些跟物理呀 这个有关的一些专业术语 大家不需要会 但它的口语部分是最新的 最好使用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很多女生喜欢看的什么呢 这个Desperate Housewife 绝望主妇 绝望主妇也非常好 但它这个有一个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绝望主妇 它普遍适用于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因为你看 它里面的女主角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家一家住别墅的 所以经济条件比较好 大家会发现 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 他属于中产阶级 因此呢 他跟普通这种年轻的小孩找工作的 他使用的日常词汇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比较 你看Friends 也是标准的美语 这个绝望主妇呢 也是标准的美语 但你会发现 Friends更随意一些 因为他讲的是一些年轻的人 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一些事 对吧 而这个绝望主妇呢 他都是中产阶级 所以他的词汇更正式 所以这个词汇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但这两个片子都非常非常好 好了 而且呢 特别推荐给大家 绝望主妇这个美剧呢 还有一点好 就是什么呢 它的片头和片尾都有一段旁排 这个旁排都写的句子非常好 大家可以把它直接修改一下 比如用到亚斯托弗的文章当中 甚至呢 可以去模仿它的语音语调 因为那个是我这么多年以来 听过的美剧当中 口音最为标准 最美的美音 非常好 这是这个 可以大家看Friends 老有激励人行 可以看生活大爆炸 学习日常口语 还可以学一些比较正式的 比较这个有范儿的这个 比较高档的一些词汇 比如说绝望主妇 还有什么呢 你像 最近还有一些美剧比较好 像Revenge 复仇也不错 好了 再比如说呢 很多男生喜欢看什么国土安全啊 这些都可以 但是国土安全的词稍微有一点点难 而且还有一些外地的人 他是有口音的 好了 接着说回来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片子 推荐给大家 叫做The Good Wife 傲骨贤妻 她讲的是一个妻子 她是一个律师的故事 她家庭有一些变故 然后她出来重新做律师 然后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 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 是我最近看过的 所有片子当中最好看的 特别推荐给大家 这个女主角虽然不漂亮 但是性格非常的坚韧 而且其中有很多 比如说像是跟法律有关的一些词 再比如说呢 她的这个 由于她是职业是律师 所以她用了很多修饰语呀 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方便大家提高自己的词汇量 这个非常不错 再比如说英剧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 你像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唐顿庄园 标准的音音非常好听 再比如说 最近上次比较有名的 神探夏洛克 Sharewalk 这个是比较新的 这个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片子有非常非常多 我们就不一一推荐给大家了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美剧英剧 至于电影 大家可以随便进行选择 总而就是一个标准 就是尽量选择 跟生活题材有关的 好了 刚才给大家推荐完了之后 咱们接着往下说 给大家推荐了一下 注意事项 就是要有双语字幕 而且要跟生活贴近 然后还告诉大家了 去哪些网站找 哪些电视剧比较好 好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如果大家这些资源都有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 怎么有效的善加利用起来 就必须要有标准的这个步骤 那怎么样能够有 这个有效的学习步骤呢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你不能看一遍 哎过了 然后这个回头就不看了 看一遍过了 这个完全达不到效果 所以这个大家想看电影呢 一定要经看 怎么样经看呢 给大家提供这样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遍 拿到一个新的电影 电视剧的时候呢 先粗看 我们也可以叫粗看 也就是说 大家首先要把这个电影的内容搞清楚 这个时候呢 你是可以看字幕的 第一遍看 可以看字幕 第二遍再看的时候呢 咱们叫经看 怎么叫经看呢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电影 边看边停 边看边停 你会发现 至于有了英文字幕之后 就会非常帮助大家 很多单词不认识 可以立马去查 边查生词呢 边把它记录下来 还可以边去记录一些句型 分析一些长单句 这样大家如果把每一句话 或者是把某一个情节 当中一段 截取出来 专门经看 这个也可以 只要大家经看不用多 每一个电影 大家能记住 五个单词 五个词词 五句话 就已经实现效果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都看了 没有时间的话 就截取其中某一个精彩的片段 你喜欢看的 把它进行经看就可以了 好了 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叫做听看 什么叫听看呢 也就是说 你看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看着字幕 把文章都 把这个电影都看懂了 第二遍呢 生死我也查了 句子我也记了 所以说我已经非常懂了 所以第三遍再看的时候呢 咱就别看字幕了 听 为什么强调大家不看字幕呢 因为大家发现 人的注意力非常容易分散 如果你盯着字幕看的时候 你发现 某一个瞬间 你突然耳边听不见声音了 因为你全都在 集中注意力 目光如斗地盯着字幕 所以说必须要怎么样呢 放弃对字幕的依赖 专门听 有好多不忘记 是可以选择字幕消失的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把这个挡起来 不看不就完了吗 听看 好了 这个听看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 你就会有一个惊人的收获 觉得说 原本你让我听的时候 我看不懂 听不懂 在现在呢 我经过经学之后呢 居然能听懂了 而且大家会发现 随着不断地发展 你会听懂得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好了 接着往下说 最后一遍 我们叫做反复看 比如说 内容了解了 而且呢 我听也听得差不多了 这个记也记得差不多了 没事说干嘛呢 哎 边干活就可以边听 比如说我有个习惯 我在家里边收拾屋子啊 边做饭啊 边擦地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放着一个美句英句 哎 你就发现 不用特意地看着它 你就像一边反复地听 一边反复地听 因为我们已经精听过了 精看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当作不断地一个复习 有一个声音放在旁边 其实它就是给着大家 一种语言环境 这个也可以帮助大家 提高英语 好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虽然没有身在国外 但是语言环境 还是可以自己来创造的 摸一摸耳朵 对于大家的听力 口语 包括对于语言文化的理解 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好了 各位同学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刻 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我给大家讲了to to 然后给大家讲了 这个双重否定 never to to 领着大家看了一段 这个电影的预告片 其中出现了三句话当中 有一样的结构 都是我们这个never to to 最后一个呢 就是希望大家 虽然学完了我们新年年这个课 但是呢 想给大家一种方法 可以让大家从兴趣的角度入手 通过看电影 看美剧 英剧 紧接着也可以在 这个多媒体 视频的题材当中 学到英语 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些方法 好了 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微博 我们随时来互动 大家可以去新浪的微博搜 田地的田 安静的静 就会找到我 随时有任何问题 包括想推荐的片子呢 这个或者是大家有任何关于英语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跟我聊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以后见